大家好 我前面这盘碎莲隔壁家刘大爷送给我的 两个月后他肯定会后悔的 几些叶片了得出现腐烂了 这种的话就不能要了 把不能要的给它修紧掉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缺乏养分了 导致它出现黄叶 把盆壁的水苔给它擦干净 清洗两到三天把这些水给它更换一些新的就可以了 把原来的一些污水给它气掉 倒掉就可以了 把这些水剂给更换掉之后 现在放几粒磨肥就可以了 这种磨肥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会造成肥害 不管你放再多也没事的 这是颗粒状的 它也不容易溶于水 它释放养分是特别的慢的 有助于它很快的生长 也不会造成黄叶烂叶的现象的 里面所含的零元素 美元素是特别的多的 比较适合这些水培植物使用的 这是颗粒状的 或者是使用在铜仙草上也可以 静静的撒一点点到表面就可以了 像这种的话呢 最好是一个星期左右 给它更换一次水质就可以了 同时呢 也可以再添加一些养分禁忌就可以了 避免黄叶腐烂了 一定要记得就可以了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 一个大爷送的水莲 我经过了这些方法养护 两个月之后呢 它就会生长比较好比较旺的了 只要请养护就可以了 当然呢 给它看到的话呢 它肯定会后悔 当初为什么要送给我 而不是自己想办法去养护去救治 不会造成它出现黄叶的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 下期再见